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bruce 要到我們驗房的時間了 今天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 不曉得大家知道的那個 Air Van Pipe是什麼東西 那它這個,換成中文的話 它就是我們的這個 通氣管 那為什麼要有通氣管呢? 就是當你在使用水的時候呢 如果有通氣管的話 它的水就會流的很順暢 不會說是有堵塞的情形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好,這是我今天驗的一套房子看到的 有沒有看到它的通氣管 直接把它給封起來了 那,像這種封起來的呢 大部分有幾種野雲 第一個呢,就是它可能 有漏水,它怕水漏到房子裡面 它就拿個布罩起來了 或者是呢,當初在建的時候 建商就是 在做Cover,它在做Single的時候 它沒有把它弄好 那不管是哪一種呢 這種 對房子來說都是很不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下水就不通順 你的那個 比如說Sink啊 就是洗手台啊 或者是你的 澡盆啊這些東西的話呢 就很容易堵塞 因為 上面的空氣管封住了 所以的話 就不流暢 那遇到這樣的問題呢 我們就把它給整改好 OK,今天這個短視頻 我是Bruce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掰掰